大家好我是Ricky 今天影片和大家分享 有关于香港会计师工会QP Module 9 Principles of Taxation 这个影片我会用一题 相关历界史题部分内容 和大家分享一下有关这类型的题目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以下的题目 我们看题目之前 或者先看题目的要求 题目要求就是要计算出分别银码 有关于工业建筑物免税额 又或者 结余调节如果适用在这间公司 Wiret Limited 在课税年度2015年16 至2018年19年的课税年度 即是分别计算出在这4年的课税年度 我们来看看题目 题目内容就是 有间公司 Wiret Limited 是一间製造玩具商在香港 而这间公司 它编制它的帐目是每年的12月31日 而在2015年9月1日 这间公司购买了一间工厂 价值为800万港元 透过一间发展商 而这间发展商是 发展建筑物为销售 而这间工厂的总成本包括 地价为250万 而建筑价为250万 而另外建筑价为250万 分别 而Wiret Limited 这间公司 这间公司 用了50万装修费 在这个工厂里面 而Wiret Limited 而Wiret Limited 这间公司 可以用这间工厂 作为它的製造业务 由2015年9月15日开始 而在2016年12月1日 这间公司 建筑了一个角楼 在这个工厂里面 成本价为100万港元 而之后在2018年6月1日 Wiret Limited 这间公司 出售了这间工厂 被一间公司叫做Event Limited 售价为950万港元 而税务局 亦都同意有一半的价值 而这个价值是销售价 有关于这个地价的成本 而就上述的资料 要计算出 分别在2015年16的货税年度 至2018年19 计算它的工业建筑物免税额 又或者结余 调节 我们现在开始计算一下 计算Wiret Limited 工业建筑物免税额 先计算开始它的货税年度 2015年16 货税年度 2015年16 先找出它的合资格开支 合资格开支在这里 指正是建筑物 亦不包括土地的价值 回言之在这里 看回题目 Wiret Limited 这间公司 从发展商购入 800万港币 但是当中发展商的成本价 在这里250万 而建筑价为250万 为建筑物的成本价值 回言之在这里800万 里面 即是一半属于工业建筑物 回言之在这里 它的合资格开支就是800万的一半 在这里 港币800万为购物购入价 另外 乘以250万为建筑物的成本价值 再随以250万再加250万 250万其中就是土地的价值 另外250万就是建筑物的价值 回言之在这里800万 就是佔一半属于工业建筑物 即是说合资格开支就是这里的400万 另外当中里面 Wiret Limited 用了50万 作为一个装修费用 回言之在这里 亦都作为一个合资格开支的一部分 看回题目 在这里用了50万作为装修费用 在这里再加以50万 在这里将400万再加50万 就是等于450万 然后将450万 可以计算一个税率 而这个税率就是初期免税额为20% 将初期免税额20%乘以450万 计算出为90万 回言之在这里90万就是一个初期免税额 然后将450万减去90万 就得出360万 然后将这360万 亦都可以计算第二部分的每年免税额 每年免税额是4% 换言之将每年免税额4%乘以360万 就可以得出18万 作为每年免税额 换言之在课税年度2015-16 这一年里面工业建筑物免税额是将90万 再加以18万就是108万 而另外360万 减去18万就是342万 而这个342万 就可以带落下一个课税年度2016-17 再计算每年的免税额 留意这个工业建筑物可以在课税年度2015-16 计算因为这个建筑物购买和可使用 是这个课税年度的里面 看看条题目 题目说到Ward Limited 这间公司 用了这个工厂 开始在2015年9月15日 换句话说 这个日子是踏入课税年度2015-16 换言之在这条题目里面 可以在2015-16的课税年度 开始计算它的免税额 我们接着计算2016-17的课税年度 2016-17课税年度 首先看一下这个课税年度 有没有新增新家的合资格费用 我们看看条题目 题目在2016年12月1日 这间公司Ward Limited 建筑了一个角楼 在这个工厂 建筑成本为100万 换言之这里的100万 就作为合资格开支 然后将上年度的2015-16课税年度 342万 再加以2016-17课税年度的100万 422万 然后先计算初期免税额20% 将这20%乘以2016-17课税年度 新增的合资格开支100万 100万乘20%就是20万 而这20万就是 其初免税额在2016-17课税年度 而继续将420万 减去20万 或者再说多次 在这里将342万 加以100万就是442万 然后再将420 442万减去20万 就是等于422万 而另外也都要减去每年免税额4% 然后乘以合资格开支 所以合资格开支 在这里就是400万 400 450万 另外也都加上这个100万 换言之在这里 换言之将4%乘以550万 就得出22万 即是这22万就是 课税年度2016-17的每年免税额 即是将20万再加以22万 就是课税年度2016-17的免税额 将422万减去22万 就是得出2016-17课税年度的余额 而接着第三年的课税年度2017-18 而当中课税年度2017-18 在这一年里没有任何增加 或者增新的合资格开支 换言之在这里只得每年免税额4% 计算 亦都是乘以450万再加以100万 当中 之前的课税年度合资格开支 得出22万 课税年度2017-18 亦都是22万在免税额方面 亦都将400万减去22万得出 378万作为课税年度2017-18 年的余额 接着亦都计算一下2018-19 课税年度 在2018-19年的课税年度 亦都没有任何合资格开支增生 但是在2018-19年 这个课税年度 White Limited 售出这一个工厂 获取得益 我们看看这条题目 在2018年6月1日 即是在课税年度 2018-19年的课税年度里面 这个工厂卖给Event Limited 售价为950万 缘支在这里就是售卖得益 将这个得益 要放回去课税年度计算 而这个950万 税局同意 当中里面有一半是土地成本 缘支在这里 有一个售卖得益 而当中里面950万 乘回50% 就是关于工业建筑物 计算出475万 缘支将上述378万 减去475万 得出的数值就是 负97万 而这个数值就叫做 结余负税额 结余负税额 Balancing Charge 而这个970万 不是一个面税额 相反而这个就是 负税额 要计算 作为增加税务 负用 负用 同学处理这一类型的题目 工业建筑物免税额 留意几点 第一点就是当中有两个免税额 第一个免税额就是初期免税额 第二个免税额就是每年免税额 而初期免税额这个计算只适用于当年的负税年度 新增的合资格开支 计算一次20% 而每年的免税额就是4% 而这4%就是每年计算合资格开支的总值 直至到某一年的负税年度的余额等于0为止 或者直至到工业建筑物售出后 而当中工业建筑物售出后的价值 要对比回收出的得益和负税年度剩下的余额相比 如果用这个例子为例 售卖得益大于工业建筑物 减去免税额之后的余额相比 那这个就属于结余负税额的数值 而结余负税额这个数值要相比过往的面税额的数值 用这个例子为例 这个例子 Balancing charge 就是97万 而这个97万 小过对上这个三年总额的免税额的话 就可以这个数值 就是97万 如果这个数值大于这三年的免税额的总值的总和 大于的话 就用这三年的免税额的总值 就作为这个工业免税额的结余负税额 题目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看 拜拜